還是老實的接受他們的幫忙吧 謝謝,請頂多謝,謝謝 謝啦,之後就拜託你們了 這邊才是呢 問少女的事情 你知道有關於她的事情嗎? 那個女孩並不是本人 什麼送香蕉混蛋你們這些人 唉,看不下去了你們這樣對嗎? 啊,是基造原本的她所做出來的虛項 つまり,幻想像幻覺一樣的囉 就是像幻覺一樣的囉 だから,所以才會有違和感吧 それなら,この世界は 那麼這個世界是 この世界は 君が壊して あのフラスコの力の斬死で 你這個世界啊 就是你們所破壞掉的那個燒屏 所留下來的力量 所構成的 つまり 也就是說呢 那個燒屏 自己 雖然壞掉了 但是還沒有完全被消滅 でも壞てるんだろ 但是確實壞了吧 所以說 這樣子還有必要叫我們來嗎? その原因は 今先生をしゃべてる 調べてる 那個原因 現在老師正在調查呢 こんなことになるなんて 那這件事情啊 也在老師的預料之外呢 但是呢 老師居然這麼說了 把你們叫到這裡來 一定有他的想法吧 確か 剛剛的台詞也好 那絕對不會因為 只跟少品有關就叫我們來 總之呢 要從這邊出去 還有找你的女兒 就是目前的狀況囉 我們的力量啊 在這個地方是很弱的 我們能幫上你的地方很少 結果還是要靠你們自己了 看說了半天就 這兩個廢物嘛 氣死我了 そうか 我知道了 それで 君はどうするんだ 那你呢 我們啊 不會一直待在同一個地方呢 所以 不能一直待在同一個地方 所以說 沒辦法跟你一起前進 你們是被帶來這裡的客人 我們是來招攬客人的 哎呀 其實真麻煩呢 沒事吧 沒事沒事 哎呀 謝謝謝謝 所以沒辦法幫你太多 謝謝 沒客氣 好 問老師的事情 先生というのは 君たちのフラスコの 一徹徹した人物 なんだな 所謂的老師 就是製造出你們 還有燒屏的人 對吧 そう そうなるね 沒錯 人間から ちょっぴり何がはみててるくらいの天才だよ 啊 沒錯 那以人類來說 是有點超乎常識的天才呢 皮條哥 糟糕了 這個講到現在有點中肯耶 靠北 啊 馬夫是吧 車夫 嗯 人嗎 所以說 那時候 不過 以那時候 我看到他的姓來講 應該不是什麼壞人吧 彼は今 どこに 他現在在哪 啊 在附近吧 それじゃないと 僕たちやばいからね 他在附近啊 不然的話 我們就糟了呢 但是他沒有辦法直接過來 啊 老師也不知道為什麼 そのためにも 好 這邊是哪邊 ここは どういった世界なんだ 這邊是怎麼樣的世界呢 やっぱりフレスナーフラスコの世界なのか 果然是 果然是燒屏的世界囉 そうだね 可以這麼說吧 就是用燒屏所構築出來的世界 就是這樣 我們也只知道這樣了 そうはいえ イレギュラなのが 確かけどね 但是也沒有錯 這個世界充滿了異常 でも フラスコは僕が コロ コワ コ コロシタ 啊 但是 コロシタ 啊 但是燒屏被我打壞了 それなのに なんで 但是為什麼 啊 燒屏啊 那個燒屏的外型 只是外觀罷了 其實它的內部 是還有一些回路的 媽 那邊 不過那邊就是秘密了 確實你們把燒屏打壞了 但是呢 啊 到裡面的那個回路 完全消滅之前 是還有一段時間的 ABCD 安安 TOOMODY 也就是說呢 啊 雖然破壞了燒屏 但是等回路消滅 自動消滅沒有那麼快 欸 可是照你這樣講 如果沒消滅的話 難道回路故障了嗎 這個我也不知道 總之就是個異常 老師也很訝異呢 どうなると やはりかえたちを何かかんげんがるのが 也就是說 果然跟他們有什麼關係囉 ないとは言えないね 沒有 也不能這麼說 啊 製造 產生燒屏的 的 的父親 雖然是老師 但是呢 把這個燒屏養大的人 卻是他們了 是嗎 總之 現在這個狀態很不安定 什麼都不清楚 就是這樣 啊 我知道了 好了 沒事了 再見 いや もう大丈夫啦 沒事了 それじゃあ 那麼 就跟你們會合的時候 就以逃出為目標吧 僕たちは僕たちで 君たちの 我們啊 會以我們來幫助你們 然後告訴你們一些老師的傳言 よろしくね 拜託你們囉 愛ららららら 我也是 拜託你啦 這小王八蛋廢話真多 欸呀 スレイさん 啊 就是 你說路上那個怪怪的東西 那個是 空間不安定所產生的東西 如果擅自碰它 會不會消失喔 啊 不碰它是正確的呢 哦 但是前面有路吧 怎麼樣呢 嗯 得到了 alinto正的 懶片 不可思議的石頭呢 這是 老師所做的碎片 燒瓶 不是燒餅 如果 老師所做的碎片 是個很方便的道具喔 啊 只要用了這個 就可以簡單的前進了 啊 那些小小的東西 可以消掉它 記住喔 它們 阿里卡特 使得來 我知道 我會好好用的 でも君はいいのか? 你沒問題嗎? 大丈夫 それはスペアだから 這是多餘的 又有事再來吧 有事再來吧 謝啦 所以我們就拿著這個東西回去撞那個鬼東西 搞定 收工 吃我的石頭啦 消失了 阿 ゆかみが開けだ 這個歪斜力要消失了 よし 進了 前進吧 いからすこ 安安 難しく あまりよくわかんないだけど 爸爸がむちならよかった 好難喔 搞不太多呢 不過爸爸沒事就好啦 まあ そうね それでいいんじゃない 那沒什麼不好啊 君みたいなちびこは 像你這樣的 小矮子 矮冬瓜 なにそれ 失礼ね 什麼嘛 失礼耶你 啊 なちちゃんのほうがちびでしょ 你啊 自己才是小矮冬瓜吧 しょうがないでしょ 沒辦法 我們是人造生命体嘛 でも君は人間ででしょ 但是你不是人類嗎 なによ なちゃんのいじわる 討厭啦 なちゃん欺負我 それはそっと パパは今どこにいるの あ 說回來啊 爸爸去哪了 君はそういうさっぱりかん きらいじゃないよ あ 在附近吧 ん 不過你的爸爸 正在 大概遇到了我哥哥吧 あ あ 總之啊 君も君て 啊 你就想辦法跟爸爸一起離開吧 がんばらないとね 加油吧 ん そうだね 也是 まあ でも 但是啊 我沒辦法跟你一起走呢 君みたいなちびこひとりじゃね 你這樣一個矮冬瓜的話 代わりに これの これを かよしじゃない 這個給你吧 得到了 あっちどの碎片 わー きれいな石 漂亮的石頭呢 香蕉 香蕉 打爆他的香蕉 哎呀 這個可以消去那些歪曲的空間 可以做出很多 上面還有很多的感應器 很棒哦 很特別的哦 ありがとう ねえなちゃん 那個なちゃん なちゃんは しねくれ しねくれものなの それでもつんてれなの なちゃんは しねくれもの 是什麼 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還是說你是傲嬌呢 ハフ ハプリトよ ハプリトよ 什麼意思 ハイプリト 不知道什麼意思 んーじゃあ いってるね なぁ 走吧 しびこのくせに なかなか にくいするスキルじゃない んー 明明是個小屁孩 就是小矮冬瓜 就是這麼得意 んー なちゃん跟爸爸是不同樣 也不錯的人嘛 我們現在操縱小小矮子了 不過那個照出來 只能活在燒瓶裡啊 也沒什麼用吧 あれ?奇怪 上面怎麼有把刀呢 なちゃんじゃないよね なちゃん不見了 なの 奇怪了 快把刀撿起來啊 可惡吧 不然拿 可惡吧 他跟這個小蘿莉拿把菜刀的 好吧 閃人 掰掰 不過這個作者的一個缺點就是因為 嗯? 哇 OK 好大喔 上面還有什麼東西在發光 可是拿不到呢 嗯 去跟拿獎說說看吧 嗯 就這樣吧 我的作者的一個缺點就是他的那個地圖實在是不知道要往哪裡走 因為他地圖實在是做的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就是說地圖就是有點 那就是有點 就是有點混亂 寫星龍 應該不會吧 你看黑白畫面能寫到哪去 那這樣 啊 相談があるだけど 有件事想跟你說呢 啊 你說吧 前面啊 有一個大葉子上面有什麼呢 但是我拿不到 啊 小鼻子だから 因為你是矮冬瓜吧 難がいい方法ないかな 沒什麼好方法嗎 嗯 他居然 無視我呢 好厲害的無視技能 嘛 總之 跟你說吧 那用這邊的東西吧 これだよ 善用這邊的東西 啊 普通 でもまあ 確かにそうだね 啊 好普通喔 嗯 不過你說的也沒錯啦 嗯 ありがとう 謝謝你 啊你別勉強喔 嗯 それはそうだよ 也是呢 那就是說我決定要跟媽媽一樣 活的就是 就是很 很有 很有精神呢 原來如此 啊 那我小看你了呢 哇 那ちゃんが照れた 那ちゃん害羞了 嘟 吵死了 利用這邊的東西嗎 欸可以 年齡十四 啊好 這邊可以獨檔跟存檔 那就是拿菜刀吧 可是拿菜刀 也拿不到上面的東西啊 難道把那個樹葉砍斷嗎 好吧先拿菜刀再說 嗯 這個菜刀好像還有點光呢 能切嗎 啊對了 可以把葉子切掉 拿吧 可惡 不可思議的刀子 怎麼辦不好 我覺得拿了刀子之後 等一下看到爸爸就 啪啪 啪啪 啊不知 啊爸爸就再見了 可是這種遊戲拿菜刀都不會有什麼好結局 吃我的菜刀啦 吃我的菜刀啦 啊這個菜刀可以切嗎 試試抱歉囉 啊使用了不可思議的菜刀 不急不急 啊切好了 嗯 對不起喔 啊 得到了 object 得到了像鑰匙的東西 像鑰匙還是像什麼呢 嗯 很不明白 帶著吧 啊我去找他全個檔 欸你好小廢物 啊這個就是歪曲啊 剛剛用那獎說的石頭就可以用了呢 哇 對啊一邊拿菜刀切人一邊說對不起 他沒有切人啦 他切樹葉而已啦 哇 哇 好不可思議喔 現在趕快找爸爸吧 爸爸 沒有我在身邊就不行了呢 呵呵呵呵 什麼不行 這是 所以這到底是 所以這到底是 爸爸是女兒控 還是這個女兒是副控啊 さ 東東いちゃう 走吧 哇 有骨頭呢 嗯 掉在地上了 但是 還是得前進了 哪裡有骨頭 靠我都沒看到骨頭 你眼睛到底長在哪裡 到底哪裡有骨頭啊 這黑不拉旗 黑白一片 誰看出來什麼骨頭啊 OK好 有個門好不可思議呢 但是都是現在這個時候了 欸 裡面有個洞 把剛剛的東西塞進去吧 嗯 打開了嗎 打開了嗎 嗯 でもこのドアが どうやって 開けるのかな 那這支門是怎麼開的呢 總之 推看看吧 喔喔 變爸爸了 什麼東西啊 好像有什麼東西 嗯 但是因為這邊有 有個水 沒辦法前進了 總之先回去 跟那一人說一下話吧 因為我對水實在不擅長 又要回頭 好遠喔 噔噔噔噔 他們走路好慢喔 可以走快一點 欸 欸 問你一下 那個 水 那個 池塘旁邊有什麼嗎 我想拿 可是又不想下水 那正好 呃 你做個橋怎麼樣呢 確實呢 不過 沒有可以做橋的東西呢 嗯 你使用那個 阿瑟德的碎片的話 可以做一個大的喔 那就是這樣的東西了喔 那就是這樣的東西了喔 好像很方便了 總之就這樣 沒找一個平平硬硬的東西 啊 啊 植物嘛也可以用啦 總之就找找看吧 謝啦 喔總之來講就是找一個東西 然後把它變大就可以當橋了 那很簡單啊 那就把那個什麼脫下來 我說外套 外套脫下來 找一個平平硬硬硬的東西 哇 往前看看好了 應該在前面吧 怎麼還沒有平平硬硬硬的東西啊 嗯 唉唷這不是一代的那個蟲 那個小妖怪嗎 嗯 這是貓頭鷹嗎 這是貓頭鷹嗎 有不好的預感 這邊 等一下再來吧 阿勒 這邊沒路嗎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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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平平硬硬硬硬去哪找 難道往剛另外一邊走嗎 欸 這個石頭 幹 我剛其實是隨手按一下Enter鍵 就不小心讓我點到東西了 欸這個石頭感覺平平厚厚的 帶這個吧 就用這個石頭吧 哇靠 你這石頭長的跟路邊的東西是有什麼不同 還好還好我剛剛不小心手滑 不然點到一下空白鍵 不然可能 欸其實這裡有一個石頭欸 這石頭會好一點嗎 就用這個好了 就用這個石頭吧 喔 把他蓋住了 啊得到了鑰匙 欸早安 啊 是鑰匙還是什麼東西呢 總之帶著吧 喔 他說把這個池塘給弄壞了 那 如果不會對這個森林有什麼影響就好了 喔 這可能跟之後有關 我記得這可能跟結局會有關 就是你用不同的石頭會有不同的影響嘛 總之 用別的東西可能會好點 嘛 反正就先這樣吧 第一輪先隨便玩吧 然後之後要收結局再來看吧 欸 這是骨頭 到底 到底哪裡看到骨頭 我從來沒有看到什麼骨頭 這眼睛是不是有毛病 啊 來到這邊 啊 森林有個門 有個門也不怎麼壓抑人了 總之把東西塞進去吧 啊 吹吹看吧 紅色的燒瓶 赤のフレスコは カタトルモノ 啊靠 這我記得我最想問過 我忘記什麼意思 紅色的燒瓶 カタトルモノ 這什麼意思啊 欸有人知道嗎 我可能要查一下 這邊我覺得招包還是要查一下 好了 カタモルモノ是什麼啊 我有點忘了 日潤潭 蠻 painful的燒瓶 四 三 三 四 五 三 五 六 六 五 六 六 是不是 喔 外型 喔 卡塔托爾モノ 是 紅色的燒瓶是外型 A倫台 馬克 ADD GOA2P A1N 條例第87012 就是用外型 製造出外型的一個存在 卡機下面就有了 靠杯 那我還去查 啊 老師 Nazze orewa tomanakatan 老師 你為什麼不阻止我呢 Wakateinara ka Nakara Nazze 明明知道 卻 哈哈 我在說什麼嘛 Imasara ここまできて 都到了這裡了 Moh 戻れやしないという Nano 一定回不去了吧 Subere kokei da 啊 真是滑稽呢 Moh 何もがも 啊 遅い 不管什麼 都已經晚了吧 Watashi ni wa Moh 時間すらもない 已經沒時間了呢 老師啊 Watashi wa Oroga desu 我太愚蠢了 我啊 一定會遭受到天罰的吧 Shinji naku nata Kami ni yote 雖然不信 但是從神那邊 給我的懲罰吧 嗯? ここは一体 這裡到底是 Natsure mo inai shi 今までの森でもない 沒有Natsure 也不是剛剛的森林 どこなんだ 到底是哪呢 とりあえず進もう 前進吧 嗯? こ これは 這是 認証完了 認證完畢 我れは kata doru mono 我們是外形 嗯? fra... frasco ga しゃべているのが 收屏說話了 kata doru mono soeba そんなこと言うでいだよな 它是說外形 對吧 anata ni 終わりの 果てを 委ねる 就是希望你來結束一切 にょうりょが とうじ 哦 就是說 蛤 所以你想把結束一切事情委託給我嗎 いだい どういうことだ 到底怎麼回事啊 しゅんめしにゅうり かうかいする なあ なにさいさいす さいさいせいする しゅんわふく 什麼意思啊 しゅんめしにゅわり まかする ん ほら ほら 待ってなんか てかいこない すげぇぐ ちーえ милли てぃ すげ year すげえ スギんめしゅいあ 喔 入料確認 輸入確認的 一速的機日 昨天 提醒 新日開始 今晚世界 到下一個世界吧 到下一個世界 啊 超頻的顏色有三個 不 有四個呢 也就是說有四個世界囉 やっと この時が来た 總算到了這個時間呢 ありがとう サヨナラ 謝謝你 再見 它燒屏 四個燒屏代表四個不同的東西 我有點忘記了 好像一個是記憶 然後一個是外型 然後一個是什麼我忘了 嗯 ここは あの家 就是那個家 對 這是那個一代的家 だが それにしては 但是 比起對格還 無事だったね 沒事吧 啊 泣かないこないから 你都一直沒來 還以為你被那些歪曲給吞噬了呢 那次呢 怎麼了 我遇到的那個 外型 我遇到的那個 外型 そう 他問我 要選擇消滅還是要修復 悪いが 抱歉啦 就由我自己來決定了 然後呢 他機能就停住了 好像在準備什麼 他居然是求你這麼做的 那這樣就是最好的囉 別在意啦 ね 那それ フラスコは石が持っているのが 超品有他們的意識嗎 僕たちを違うで 那彼達は石はない あるいは中でパスだよ 跟我們不同 他們是沒有意識的 但是 正因為他會這麼說 所以我才說是異常啊 老師也不明白 我們 我也不明白 確かにそうだな 也是呢 つれいさ 僕を見て人らしいと意識があると思うがい 你看的我 啊 雖然像個人類有意識嗎 嗯 我覺得你應該是有自我的意識所活著吧 ありがとう 謝謝 這就是對我來講 最棒的誇獎了呢 それはきっと 啊 這一定是因為 老師也把我們當成人類一般養育呢 所以說我們才成長出了自我 恐怕他們也是一樣的吧 啊 就是發展出了什麼 でもあの子たちもいない 但是他們已經 那些孩子們已經不在了 所以說 才把這個選擇權交給了你 君たちが彼達を知ることだから 你們啊 是唯一知道他們的人 なるほど 那 原來是這樣啊 ところで 君たちの先生はどうしてるんだ 你們的老師怎麼樣了呢 啊 啊 好像還在那邊繼續試著呢 那 總之他會給你們一些情報吧 我知道了 總之我就繼續吧 啊 喔 交給你了 啊 雖然現在還一堆搞不清楚的事情呢 總之只能心裡祈禱的犀利沒事了 啊 啊 啊 話說回來 這裡跟森林不同 好像不怎麼安定呢 沒問題吧 啊 因為外型的那個燒屏已經被停止了 所以影響到了這邊 啊 總之在全部停止之前應該沒問題了吧 啊 不過話說回來 也就是說如果我把其他的燒屏也停掉了 這些歪曲也就增加囉 啊 總覺得好不安喔 シリーは大丈夫だろうか シリー沒事吧 啊 應該沒事啦 放心吧 啊 對了 你說的那個 啊 啊 你怎麼說得好像你看到我女兒了呢 啊 不不不 因為我聽我弟弟說的 我們啊 可以用這個石頭 互相得到對方的情報喔 不過可惜 這個力量是我們專用的 那 你不能用 媽 就這樣吧 好吧 有精神就好了 那總之就去探索吧 嗯 きおつけで 請小心喔 欸 話說回來 這個爸爸40歲 女兒14歲 也就是說女兒再長大4歲 38歲跟43歲 好像也可以玩美少女夢工廠 呵呵呵呵 莫名其妙 欸這什麼 輪胎怪 你好 哈囉 這什麼鬼東西 開門 嗯 これはすごいな 好厲害的這個 好像把復甦的房間合體了一樣 而且沒有影子呢 難道說 這也是一種歪曲嗎 嗯 這個書架 是那個 輸入式的按鈕 啊 要 就是說如果知道什麼 也許可以來輸入吧 空空如也 嗯 沒有啊 這個也沒要鑰匙口 這有什麼呢 文字消失了 這樣不行 沒辦法了 人工少女是吧 人工少女是吧 空空如也 普通的 普通的燈 好像沒什麼 這邊大概就是那個而已吧 這邊大概就是那個 這邊大概就是那個 要等下來輸密碼用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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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